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师傅 近日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开会 商讨希腊债务和乌克兰等问题 但网民关注的不是国际大事 而是这张照片 这张默克尔摊开双手和奥巴马讲话的照片 事后被网民封传和改图 例如改成电影鲜乐飘飘处注文 迪士尼卡通 还有加上各种对白 其实国际领袖的一些趣怪表情 被人卡低和恶搞都发生过很多次 默克尔就试过穿着低胸装 出席活动的相被封存 就连德国国内的政客都恶搞他 至于奥巴马 有人恶搞他和太太米歇尔 他和前国务卿希拉里 还有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桑礼上 他和丹麦女首相言谈甚欢 米歇尔就在旁边盯着的这一幕 这类改图在外国甚至香港都越来越普遍 比较多的是一些网上爆红人物和电影对白 政客被改图相对就少一些 但被改图不代表就是被针对 通常都是无伤大押 可以毫无特别的理由 总之网民觉得好笑和过瘾 很快就会被转载过千次 甚至好像今次那样上了新闻 就连在英国被授外戴的英女王 都因为在奥运开幕礼上 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被人卡下和改图 但有时政客说错话之后被封存 就可能真是影响他们的民望 例如2008年代表共和党参选副总统的佩林 就因为失言被传媒放大 民望很快就下滑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 都是多次成为网民笑病 好像他说陆容是绿耳朵的毛 还有网民笑说 和马英九握手的人都会行衰运 封他做死亡握手 之前在英国大选中输了的工党领袖文纳斌 也经常被网民笑的样子傻奸奸 和似卡东人物 华来士 可能都连累到他的民望 现在网上传播资讯这么快 政客再小心都可能会中招 所以其实都没得怕那么多 但有时都不用特意找一些政客的失言或者傻样 就算是一句正经的说话 由不同的人体都可能会有不同的体会 今集新闻之父说到这里